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我们来看天鹅兰 现在已开了三种的天鹅兰,绿天鹅,橘色天鹅跟红色的天鹅 天鹅兰是一种中南美洲的兰花 它的花梗是从植株的上方出来的 这一类像什么朴春兰,天鹅兰这一类型的美种 这个分类最有名之道的应该是珍宝兰元 它专门是在育种这一类型的,所以它非常的清楚 之前有听他讲过一次,反正一个花梗是从中间上来 一个是从上面上来,一个是从底部上来 天鹅兰看起来就是从上面出花梗 你看它花梗是从节尖的上方出现的 这种天鹅兰其实现在慢慢进入花季 其实它的叶子很薄,所以它其实蛮容易得红蜘蛛的 很多在冬天的时候,他们在贩售的时候是会把叶子剪掉的 所以天鹅兰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兰花 随着交配个体的不同,它有出现非常不同的个体 你看这个肥肥壮壮的,非常可爱 有些他们在开花的时候会把它叶子剪掉 感觉因为叶子很丑,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会变得不好看 这个是绿色天鹅兰,外面是绿色的,中间是白色的新 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是橘色的天鹅兰 你看橘色的很漂亮,它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随着不同的育种,它出现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个体 这个的天鹅兰展的更开一些些 那跟刚才的那个蓝绿色的不太一样 而且它的对比性是没有这么强的 它算有点像橘色的感觉 那我在其他有看到其他个体更是橘 像这个就没有这么的橘 带有一种淡淡的橘色的感觉 其实还蛮好看的 那它中间呢,那个蕊兰会勾起来 所以他们就像天鹅一样 好,那天鹅兰呢 其实照顾起来我觉得并不是很难 但是主要它麻烦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得红蜘蛛 你看它这个花给是从上方出来 只要是天鹅兰都是从上方 那当然有其他的蓝像什么朴纯兰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蓝种 有些就是从下方出现 那这一颗呢,种起来 它这颗的橘色没有种的非常的漂亮 它的没有那个绿色 刚才那个个体那么漂亮 绿色真的是肥肥壮壮的很漂亮 所以跟每个个体可能有关系 跟每一批的状况也有关系 好,这个是橘色的天鹅兰 那我们来看剩下一个颜色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红色的 虽然它看起来像 我觉得这一颗是有交配过的 因为它的天鹅兰的属性并不明显 不过是红色的也是成串的 那重点其实它 你看它纯磅是一个很大的纯磅 所以我猜这个是有交过其他的品种 不过个体的感觉很像天鹅兰 那你看它纯磅这么大颗 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天鹅兰的 完全不一样 不过这颗比较特别 它是粗翼型个体 你可以看它的叶子旁边 有这个框一个白边 这个我们称为粗翼 就是它里头没有叶绿体 呈现黄色或白色的状态 那这一类型的个体呢 就要看状况了 基本上这个都是分身个体 所以理论上右边那颗 跟左边这颗应该的花应该都长得差不多 因为它同样都是业翼 所以一定是同个个体 业翼就是在一批里头 兰花产生了突变 那这个突变的状态呢 他们把它做分身的个体处保留下来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突变型的个体 好 那这颗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交过的 你看它纯磅是一个扇形的 就跟我们前面看到天鹅兰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算是一个很有趣的交配个体 至少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而且是猪肝红的颜色 这种颜色在兰花里头并不是那么常见 猪肝红 我们常看到就是大红或是大紫 反正这种猪肝型的红色比较少见一些些 那也是开花很多 应该也会香 因为天鹅兰的香味通常是很明显的 这种兰花最怕的就是红蜘蛛 红蜘蛛喜欢咬它的叶子 所以呢 如果有红蜘蛛的话 它很容易受伤 因为它叶子比较薄 被咬的常常会受伤 有损害 所以在种植的方面 是要特别注意红蜘蛛这个东西 常常被咬了以后 它的叶子就会掉 不过冬天其实没什么差 因为有些人在冬天在贩售的时候 会把它叶子剪掉 那为什么要把它叶子剪掉呢 因为冬天会变得很丑 所以他们会把叶子剪掉 那剪掉的时候 感觉就会比较漂亮一些些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有机会去花式晃晃喽 拜拜